並應該盡快終止無線一定要播放港台節目的規矩 香港回歸20周年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6月29日抵港視察3日 出席系列慶祝活動和新一屆政府就職典禮 第二天I-Mine無線電視在翡翠台已插播形式 播放習近平會見各界人士的錄播片段 臨時抽調原本播出的港台節目頭條失文 通訊局一共接播406宗投訴 向無線發出強烈勸喻 並促請嚴格遵從通訊局根據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的指示 無線電視發言人說 有需要調動節目播放習近平訪港發言 通訊局的裁決完全漠視這個特殊情況 今次是習近平首次以國家主席身份訪港 頭條新聞是每個星期播的節目 連新聞節目都清不上 發言人說 難道國家主席首次訪港發言 不及這個節目重要? 發言人又說 港台擁有三條數碼 和兩條模擬電視頻道 強制播放港台節目影響無線電視節目編排 和調動的靈活性以及機動性 沒有理由繼續佔用無線寶貴高收視時段 你應盡快終止這個不合時宜的規定 無線電視機程 李卓謙 明報報導 社會工作者註冊局核下紀律委員會 據了解 今個星期就私營殘疾人事院社康喬之家 前院長張建華涉嫌性侵女院友的投訴 展開紀律聆訊 局方最初計劃以非法性交調查 他涉及專業失德行為 但去年律政司撤銷他的非法性交控罪 所以會改為對服務對象作猥褻行為方向聆訊 張建華說 由於改了地址 沒有收到局方正式來信通知 不會出席聆訊 他又說 有意就社工註冊續期 但強調無意再做社工 星島日報報導 一項調查顯示 特首林鄭月娥第一份施政報告 4.3受訪者說滿意 1.7人不滿意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 在報告公布後 以電話訪問700多個市民 結果顯示 林鄭月娥10月份的整體表現 平均評分有57.2分 比上個月升1.2分 團隊說10月份各項民意指標 都夠9月份有輕微升幅 或者反映施政報告 對提升政府民望有幫助 但成效不顯著 看天氣了 預測是天晴 上午天氣較涼 一間非常乾燥 最高氣溫大約24度 吹和梅至清淨東北風 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 只望未來兩三天天晴乾燥 只能散開 下午時就要後趕水 不停地下勢 作詞 先啟動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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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熱的食物事,要提醒旁人 資料由職業安全健康局帶給你 從今日起,你要愛惜生命 一切未定,但我對你尊敬 投入地窗,可惜感應被愛熱情 來賣我願意真心情,比你的心情 愛生命,香港雜馬尼亞,防禮致集會 24小時,逃在熱線,熱身89,2222 廚餘是一些很有用的有機之餘 但現在很少被分類和回收善用 內臟會有養的物料,盡量去用盡它 大家確實有很多事物,其實都在喊我 不要因為我們實利的食物很容易,就不珍惜它們 第一步,你先不要浪費 現在的東西,好樂的,快點你和我們一起 適合香港的廚餘吧 告訴你,搶職金工款最低有關入息水平 已經提升至7100元 雇員的每月收入,低了這個水平 不需要為搶職金工款? 自顧人士都一樣 雇主,就要繼續供雇主的部分 記得計合供款額,如果你的每月收入 在這個水平或以上,就不受影響 有疑問,就聯絡受託人,或積金局 還有媽媽超開心 爸爸 爸爸 但臭仔就搞到我頭都大了 幸好有僱員在培訓那陪月一站服務 哈哈哈哈 他們的陪月員都是臭仔專家 教懂我好多臭嬰兒的技巧 好